百年祖传 竟已年延四代 百里闻香 味道始终如一 浓郁的这种味道 彰显着我们老子鸡传统的魅力所在 非以美食云课堂带您走进 泰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既是老汁鸡 制作记忆 济市镇位于泰州靖江市北部 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水路交通便捷 商谷云集的商贸名镇 济市浓厚的商业氛围 造就了历史悠久的饮食文化 享有中华美食名镇的美誉 济市餐饮菜品丰富 远近文明 这其中以济市老汁鸡有为出名 中国烹饪大师李建平 从业三十年擅长制作老汁鸡 尤其对原材料的选择 火工 调味都有颇深的研究 以前我们即使是一个商国之地 因此就形成了很多的移民 老汁鸡就是这些移民带过来的 经过本地的市民的不断的提高发展 形成了一个现在口味品质方面 都很稳定的一个特色菜样 既是老汁鸡 味道鲜美 营养价值高 选料用料等技艺很有讲究 老卤汁是老汁鸡制作的灵魂 各家的秘方不仅相同 配料也很讲究 据我祖父说 这个老汁是先用大概有十种天然的油脂料 比如说豆油 花生油 棉子油 西瓜油 菜油 芝麻油等等 组成的 再加热一些野味 把它组合起来的这么一个老卤 2008年 既是老汁鸡在第二届 中国太湖农家在美食节上获得金奖 2010年 既是老汁鸡制作记忆 被列入泰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鸡要选生长期两年的老母鸡 因为这种鸡烧起来以后 它非常的鲜美 这种叫小桂香 这个叫桂皮 这个叫香腋 这个叫花角 就是姜油和盐 调料非常简单 这些原料的采购要尽量的要用广西产的 这几种调的广西产的味道最地道 这个汤其实它的最大的特色就是味道就是鸡烧出来以后 跟野味的味道是一样的 非常鲜美 这个汤的保管还是很麻烦的 我母亲做的时候 争取要每天要烧是最好的 这个汤它不怕烧 最怕你不用不烧 你没有东西烧也空烧 把它收开 这样才能摆下去 特别是夏天 一定要两天烧一次 你一过来五六天它马上就要换 就变味 第一步汤已经开了 现在先下鸡 拎住脑袋往下放 下锅了 第二步开始放香辛料 这是小桂香 放两扎 第二上桂皮 两根 第三个是花角 放大概十五个 下面再放姜油 一个鸡 一条根 放盐 下面开始进行焖烧 口要开到最小 为什么有些人拿我的汤回去烧得烧腐了 就是口臭 一定要弄小火 大火一烧马上去浮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奥米 好 老子鸡就要好了 我们马上出锅了 老子鸡里面烧熟 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什么 全部浮上来了 它就熟了 最后一道就是撒麻油 芝麻油 为什么要最后撒呢 如果你先撒进去 它的油会渗透到里面去 它会不亮 在出锅前撒 它就丢在鸡的表面 它才会光亮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步 你看这个香味 整个这个奥米都可以闻得到 浓郁的这种味道 就彰显了我们老子鸡传统的魅力 所以我们鸡传统了一百多年 它是以文化历史既定的 在这里 百年祖传 静以粘延四代 我们母亲我们发了句 这些都是新人传下来的东西 不要轻易改变它的作法 百里闻香味道始终如一 浓郁的这种味道 彰显着我们老汁鸡传统的魅力所在 非以美食云课堂带您走进 泰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既是老汁鸡制作记忆 百里飘香数代传承 李建平自幼爱好烹饪 既是老汁鸡这门手艺 他是从母亲那里学来的 我的祖父他是我们镇上有名的美食家 非常好吃 所以他对我们镇上这些传统美食情有独钟 因此他都交给我母亲做 几十年以前那个时候饭店很少 人家一般办家宴鸡婚什么生日 都是请我母亲去做 我们那个镇上只要吃到 很好的十字头老子鸡 那绝对是一个很开心的事 领承着陈家菜的独特风格 李建平在祖辈秘方的基础上 坚持用最传统的工艺烹制菜药 特别是在食材选择上更是精益求精 主要看它那个鸡的那个香味 做不做 我们为选这个鸡呢 也跑了全国很多地方 以后发现了一种河南浦阳 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养鸡 那个地方是在浦阳的南勒 整个那个县没有水 没有一条河 它全是地下水 所以那个地方它对这个地下水的保护 非常严格 所以那里的工厂很少 它就种三样东西 高粱 小麦 玉米 它那个鸡全部去把这些大串丝掉 喂那个鸡 所以那个鸡生生出来 它特别的香 传统的美食需要坚守传统的制作工艺 几十年来 李建平尽可能地遵循祖辈的秘制配方 老鸡鸡的口味也从未改变 我母亲这个跟我们反复说 这些都是新人传下来的东西 不要轻易改变它的做法 一改变以后它的口味就要发生变化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 适当地提高了一下油料的品质 这个香腥料的这个品质 但是工艺流程 我们一直坚守到现在 不去轻易地改变 在传承这门手艺的同时 李建平也在不断创新 他注册商标 形成了济世老之鸡标准化和批量化生产 如今 他把这门手艺传给了儿子 让他在年轻人的手中 焕发新的活力 陈家蔡三代相传 既是老子鸡百里闻香 到不尽一只鸡的奥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